嘟哼 嘔哼 嘖 老靠 他差点就死掉 yo欢迎来到吃货多集 我们今天呢 来到吃到饱 这家呢 是在台北的台电富济答案区 大安森公園台大师大的附近 那这家呢吃到饱一定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呢只是因为它的位置是藏在巷弄 所以隐蔽性比较高 所以不是那么大的招牌啊 经过的人可能比较不知道 通常是亲朋好友老店就老家 大家去看看 GoGo 进入餐厅的入口 像是走进别人家会怀疑484走错地方了 确实是餐厅也千万别怀疑 会经过一大片空地停放机车 开车或骑车要自己寻找附近的停车阁哦 好我们来啦 这家历镜餐厅 它跟台电呢是什么关联呢 我们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我们先进去看看 因为它没有到我们先后卫 大家看看它的环境 然后还有它的用餐状况 还有它提供了哪些 一定告诉大家 在越冷的天餐厅一定是人满为患 店内用餐的感觉颇 我像大牌打 到了店门口则是找接待人员登机后卫 台电历镜餐厅全身真的是台电员工餐厅 当年是因为台电孙总经理怀念当时酸菜白肉过午美味 此餐厅就是在1963年开始 不过餐厅当时的名称是叫陈吉思汉厨房 接手的第二位老板才正式改名为台电员工福利餐厅 历镜餐厅 而台湾就是台湾电力公司 是属于我国的国营事业 台电也于2002年因为亏了2600多亿 而一度造成大家关心的事件 更让许多年轻的国民因此而走进他们的视野里 回到餐厅本身 店家提供的猪五花也是餐厅俗称的白肉 在物价飞长的年代 特别是我们民生很有感的鸡蛋和猪肉 猪五花难得提供品质这么棒的肥瘦均匀 等店家带领做定后 搬上碳烧铜锅 也就是烟囱锅 中间有烟囱 打开盖子可以帮助空气流通 碳烧除了增加碳火香气 还可以让酸菜久煮不烂 酸白菜能增进食欲还有促进消化 白菜变酸手含营养成分不易损失 还保留了原有蔬菜的营养成分 能预防便秘 还有保持肠道的正常生理功能 不过当然也不能天天使用过量进食 或刺激胃酸分泌增多 久久吃一次也会像我这样子 怀念在三 你说四个吧 吃一盘就直接吃 可是这里面有一块 动肉 还真的可以 台电历尽的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保留了东北传统的冷盘 包括瓜粮拌三丝 还有刚刚那个冻肉 就是猪耳朵冻 中国东北成闷子 以及炸排骨还有炸丸子 四样为一份的冷盘 有这种特色是因为 在早期东北冰天水地 没有瓦斯鲁的年代 不可能客人一来就立刻烧柴火煮菜 所以才会有冷盘招待客人 甚至餐厅外观表示 就是以前还有血腸和酱肘子 就是猪脚 可是因为太过费工 这两个菜色就从此消失在这家餐厅 历史洪流 除了酸菜火锅本身以外 白肉一定也会是吸引你目光之一 切的厚度超适合涮烫 拥有肥瘦完美焦叠的双重口感 瘦肉久煮不柴 而且油脂清香也不腻口 所以除了冷盘以外 蛮吸引我的特色之一 把牌骨拿下去甩一甩 嗯 把牌送上来的时候是冷的 我觉得那一点比较好吃 台店历镜的酸菜白肉锅 一麦就是超过半个世纪 传承老味道已是成为店家的食物 从这一口锅也让我深深体验 比较历史的轨迹 店家的牛肉对我来说 就比较偏向井上天花 同型的家人其实觉得 牛肉还可以 但是我的嘴比较挑 我觉得跟猪肉相比 它的特色差太多 我觉得稍微较甘肠 羊肉则是善味比较重 我个人不是那么喜欢 当天我吃最多的目过于这个猪血 是猪血不是鸭血 跟一般外面市售的猪血汤 或是你常吃到的猪血 是完全不同 除了软肋以外 也巴附着汤汁 让你在吃的同时 也可以感受到 酸白菜的香气 和猪血的浓郁 这个是猪血 不是鸭血 我本来就比较久 会较更重 容易巴附汤汁的 还有这一款豆腐 外观看起来像是 普通的板豆腐 实际上内在则是 凍豆腐 499是真的很难 再找到这样的价位 在我前往之前 还有粉丝告诉我说 这家是偏向吃粗饱的 对我来讲其实不然 有时候吃的是一个感觉 还有它带给我的氛围 更何况是一家 这么有故事的老餐厅 店家在客人做丁后的凤茶 是乌龙茶 不确定会不会不定期更换别的口味 刚酸爽的口味吃多了 难免会滴 而像一杯干茶 整理一下口腔润润喉 店家还是有提供饮料 和酒类 只是另外付费 自助取餐区虽然小 已经有两三个人 同时在夹取的话 就会显得较为拥挤 所以菜区很容易被夹取一空 不过店家还是会快速的 迅速补齐所有的食材 店家提供白饭还有热茶也是自助取用 若人数较多 店家也有提供茶壶 比较不会烫伤 除了这个冷盘是限量以外 葱油饼是直接跟服务人员点餐 餐厅口味只提供酸白菜锅 不过吃法再变化 对我个人来说还是会腻 我这边推荐 试试看用葱油饼 蘸汤 是可以取代白饭哦 为家子口味 這次來台店麗鏡餐廳是我第一次前往用餐 因為第一次品嘗所以我都會先全部都試試看 看哪個比較合自己的口味 當然我最喜歡的就是白肉啊 真滴厚很有口感非常有嚼勁 香氣也非常吸引我 吃起來很過癮 所以一不小心就會吃的太開心 老靠我差點就死掉了 大家也注意到畫面裡我都比較少吃綠色蔬菜 其實是有只是因為拍出來的畫面並不好看 綠色蔬菜大家看到的話會是發黑的狀態 除了本身火鍋煮久以外 綠色蔬菜顏色容易變質 再加上酸白菜鍋是酸的湯頭 會讓綠色蔬菜變成褐色 屬於正常現象請大家安心食用 科普一下 因為綠色蔬菜的細胞含有小氣囊 會在接觸熱水時開始溶解 裡面的氣體離開植物時會釋出葉綠素酶 就會使葉綠素的綠色變質 所以豬血煮完比我們平常看到的還黑 是屬於正常現象哦 在吃到飽裡90分鐘的用餐時間 對我來說其實是綽綽有餘 不過就連我不喜歡沾醬 也要試試看他們家提供的醬料 它算是有點轉換口味 稍微把那個斷層補起來 才不會只有單一的食物突然瞬間到酸 然後有一個銜接點 你吃也加一點麻醬 有點麻油還麻醬 那個也有效果 如果有前往用餐 沾醬真的不能少 可以幫助轉換口味吃得更開心 也頗開胃 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 台店利盡餐廳 食材和服務 我個人是非常滿意 優點很明顯 但也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到現場後衛時 戶外等候區如果比較冷或是下雨 沒有遮蔽物 掌風遮雨 內用座位則是分兩區 其中較新的這間 要穿過戶外等候區拿菜 頗尷尬 雖然說是主打酸白菜鍋 店家在湯頭上的調整和用心程度 是有放入牡蠣和蟹 讓湯頭更有層次 家人有幫我試一下味道 嗯 這個只是拿來控湯 不是拿來品嘗 那老實說味道呢 我覺得真的算還算不錯了 499沒有服務費 然後再加上它的一些醬汁 當你酸菜鍋吃到有點膩的時候 加上醬汁 真的是可以轉換口味 甚至它可以把鍋 中間有個斷層 從湯水到酸這個味道 中間有個銜接點 它的醬汁也算是不可以錯過的 必須要沾著白肉吃 我覺得算是很不錯 然後其他品牌呢 就是歡迎來這邊吃看看 才知道說它的味道怎麼樣 那今天吃過多久 請大家到這邊 今天是好吃的一天 我們看見到